每個人,尤其是我覺得是有很多人聾 心中有很多問題,經常都會疑惑 不知道這樣做是否正確 有很多魔鬼 好,來,預備,3,2,1,幫忙收拾頭 導致是會看一些偉人曾經廣告論理的哲學 應該怎樣做人,應該怎樣沒有人一樣 其實他們自己都是,在他們心中還有很多自己的困難 我想知道錯與對與我更善良 那個心靈一點好嗎? 對,那樣子 上一集就叫做時間的手法 是說他們困在負面情緒極高 兼不斷重複的一個生活的位置 而今集也繼續是Chris和Phil 說他們兩個怎樣在一個時間的位置 走出來這個立體的世界 然後繼續尋找他們的出路 現在,Phil入了氣 他入了氣 在你靜靜的時候 一個人思考一些惹事 開心不開心 這些全部都是證明 就是,你要關心你的生活 你生命 你生命 好,先看看前面 當作是看電視 翻翻來 3,2,1 看過去 為了這個MV 真的準備了很多東西 玩多了這些電子元素 我想有一個部分 我分享這件事 找朋友去教我 用儀器 真的職場去玩這個聲音 對 我來說,我覺得是很棒的 因為我們玩音 最開心的是可以玩 OK 我覺得對Phil來說是一個挑戰 比以往的音樂影片 他的演出是多了 因為我們發覺最近他的演技很重要 還有我們覺得 這個MV 應該要有更多演出 以及他的演出 他的情緒 我覺得 這次是一個挺好的發揮 誰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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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剛剛好像經歷了一輪海難 人的價值最多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懂得去思考 懂得去想 同樣地 我們最大的鼓勵 就是我們不斷去思考 想這樣做對不對 這樣做對不對 這樣做對不對 整天這樣其實是代表 我們是有血有肉 證明我們是不生存 我就是迷失了 我很煩躁地 我要找出路 我不知道怎樣 其實很簡單 明白到這一點就是 It's part of being as a human being 就是有這些發揮 既然是這樣的 Well I'm happy to have it 我想通這一點就是 啊 跑了出來 蛤 死去逃生了 OK 好 好 晚安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